望线,后宫南非,第四集,陛下,一个时辰前,皇后被带去了慈宁宫 你说什么?太后出动了红阁,我们被拖住了,皇后此时正在慈宁宫跪着,看样子受了醒 暗期简单将事情说了一遍,天下起了大雨,兰望姬心急如焚,准备赶去慈宁宫,被孟瑶拦住 陛下,切莫乱了分寸,兰望姬深吸一口气,这才步履沉稳地往慈宁宫走去 快,通知凤七公备好汤玉,另外让太医候着 是,孟瑶的小徒弟领命而去 慈宁宫,魏英身上的血已被大雨冲刷干净,整个人单薄地跪在那里 兰望姬进来时,强迫自己不去看她 太后,皇上来了 儿臣参见母后 太后自浅眠中睁开眼睛,看着她一手扶上位的帝皇 皇帝来了,坐吧 谢母后 兰望姬隐忍着坐在太后一边 不知皇后做了何事,竟要劳动母后亲自教会 皇上,皇后不同于姬妾,异国之母不懂礼仪丢得可是皇室的脸 母后教训的是,儿臣回去定当好好教导 说起来,当初哀家派人将身在行宫的皇儿接回来时 皇儿曾经许诺哀家什么来着 哎,哀家年纪大了,记性差了,总是记不全事 早在得知魏英被带进了慈宁宫,兰望姬就知道 太后定是以魏英要挟她实现当日的约定 朕明白了 皇儿真的明白了吗? 真的明白了 那好,经个夜深了 你的皇后也需要陪伴 你起,就速在扶驱宫吧 是 不再赘言 行礼后快不过去将全身湿透的魏英抱起 迅速离开了慈宁宫 凤妻宫 宫人们得到梦瑶的寿意早早备好了热水 御医也已经候在寝宫 兰望姬抱着魏英进来 来不及解去湿透的衣服 直接一掌震碎 把人放进热水中 陛下,让臣给皇后看看 太医挤进来在一旁行礼 兰望姬侧身 示意太医快点 伸出手指搭在魏英脉上 很快就放下 又看了看魏英的背部 禀陛下 皇后淋了雨 受了寒 泡完热水后再喝点药 然后把寒症发出来就好了 这紫殿造成的皮外伤 除了上药以外 就要劳烦陛下多输送一些灵力了 开药去吧 是 太医走后 蓝湛绕过玉桶来到魏英身后 看着他背上的伤痕 气急 但还是先给人疗伤 陛下 我没事 魏英终于找到机会开口 只是声音虚弱得紧 闭嘴 可惜换来的只是蓝湛的低吼 魏英只好什么继续沉默 等处理好外伤吃了药后 魏英被裹成粽子放在床上 迷迷糊糊睡了去 只是因为身上刺刺的疼 一整夜都没睡好 蓝忘机守了一夜 也输了一夜的灵力 直到上朝才离开 离开前给薛阳下了命令 挖地三尺 也得把红阁给朕找出来 随着蓝忘机的命令 暗卫们如往一般撒了出去 寻找着红阁的藏匿地点 可惜结果如同时辰大海 毫无头绪 魏长泽被孟瑶客起地带到了凤七宫 时隔一年多 父子俩终于得于相见 阿县 当魏长泽伸出颤抖的手 摸在魏英的头上时 两人都流下了心疼的泪水 魏长泽心疼儿子受了这么多苦 魏英心疼父亲 在失去娘亲多年以后再一次失去了儿子 爹 孩儿不孝 连累了您 好孩子 说什么连累不连累的 活着就好 父子俩亲近了许久 魏长泽才起身离开 男龄使者还需要他去安排 临走前 魏长泽给魏英留下几句话 为父虽不知当年发生了何事 你非要杀了那姑娘 但魏父相信你有不得不这样做的理由 如今你被困在这宫墙内 挡了不少人的路 处境定是艰难 万事当以保全自己为主 魏长泽走后 蓝忘机派人过来告知 今夜将诉在扶渠宫 让魏英先行睡下 不必等他 自作多情 谁会等你 爱诉乃诉啊 最好永远别来 打发走了来人 魏英忍不住吐槽两句 吓得秋菊想要上手捂住他口 娘娘慎言 这话要是传到陛下耳中 娘娘少不得要吃些苦头了 好了好了 不过秋菊 能不能不要叫我娘娘 听得耳朵长刺 可 这是陛下要求的 好吧 魏英无奈地妥协 很快就到了晚上 秋菊熄了灯出了外殿守着 魏英自己躺在床上 睁着眼睛望着眼前 黑乎乎一片 周围寂静无声 让他想起水牢的一年 黑暗 安静 孤独 过去三个月里 蓝忘机虽然夜夜折腾他 但有他陪着 也不至于去想 今夜蓝忘机不在 魏英发现自己居然怕黑 艰难地爬起 牵动身上的伤 忍不住身影出声 秋菊是个机灵的 立马从外殿蹦了进来 娘娘 怎么了 一丝光亮自黑暗中亮起 跳动的火苗 安慰了魏英那不安的心 秋菊 把灯都点上吧 以后陛下不在 别熄灯了 好的 娘娘 魏英精神着实不好 身上隐隐作痛 她也说不清楚 到底哪里疼 秋菊见她难受 便取来御医留下的阵痛丹药 倒出一粒为她吃下 片刻后果然舒服多了 再次躺下 很快睡了过去 倒也不是阵痛丹药有多好 只是御医在药里 加了一味安神药材 又嘱咐秋菊点上柱棉香 魏英才能在安心下来后 快速睡去 秋菊给她噎好被子 转身走了出去 迎面撞上带寒露儿来的蓝忘机 陛下 皇后呢 回陛下 娘娘刚刚睡下 为何不熄灯 回陛下 是娘娘要求点上的 娘娘说 以后陛下不在 都要把灯点上 蓝忘机望着内殿灯火通明 想到了暗无天日的水牢 水牢之后 怕黑了吗 不再理会秋菊 进殿挥手灭了一半的烛火 解去外衣 上了榻 小心翼翼将人搂在怀里 之后蓝忘机 几乎都是深夜过来 未曾弄醒魏英 只是轻轻拥着她睡 走的时候 魏英也没醒来 秋菊不是个多嘴的 魏英醒来 身旁早凉了 她便以为那是个梦 慈明宫 太后由嬷嬷扶着 在宫内散步 陛下最近都歇在扶渠宫吗 是的 娘娘 如今陛下夜夜宠幸姑娘 很快 娘娘就能抱上侄孙了 嬷嬷笑着说道 太后听着也跟着笑了起来 还是太后厉害 一下子就拿捏住了陛下 让她乖乖就范 说到这个 太后冷亨 陛下终究太年轻了 加上从小在行宫长大 性子白了点 哀家只要一出手 她便一败涂地 是 太后英明 去吧 把鸭照来 陪我赏花 是 御书房内 薛阳挫败地跪在那里 无精打采地汇报着 陛下 属下们查探了这么久 别说红阁了 连个黑阁都没找到 闻言 蓝忘机从堆积如山的奏折中抬头 看着薛阳若有所思 随即换过梦瑶 暗中排查所有工人 身份越低的越要多留心眼 是 薛阳 把修为最高的暗卫 派到皇后身边 上次的事 真不希望发生第二次 是 两人离开后 蓝忘机看着慈宁宫方向 卧比的首案自发力 红阁一日不除 皇权便无法全部掌握在手 所以 无论付出多大代价 红阁 必除 柳贵妃扶着太后 在御花园散步 太后问起近况 柳贵妃一脸娇羞 甚为甜蜜 这段时日 陛下都塑在侄女这边 夜夜 太后听闻总算放下心来 原本她以为 蓝忘机会敷衍她 不肯宠幸烟 如今看来倒是她多虑了 那就好 要想在宫里立身 除了君王的恩宠 到底还是要有子嗣 趁此机会 一定要怀上龙肿才行 柳贵妃点点头表示赞同 可这子嗣也不是侄女 享有就有的呀 鸭放心 公母已经给你准备好了 王嬷嬷 贵妃娘娘 王嬷嬷将递给贵妃一包药 这药定能让娘娘如愿 御书房内 小星辰也将自己研制的药 交给了蓝忘机 陛下 女子服下这药后 脉相会显示一个月的喜脉 但是比较脆弱 如果这个时候被绊倒 摔上那么一脚 小星辰没有说完 但蓝忘机不是笨人 既然他们想要一个孩子 那给一个就是 至于这摊是不是摊 他说了算 辛苦了 最新欢再给朕一个 好 一个香囊从小星辰手里 递给了蓝忘机 两人看着这个香囊 脸上揭布满了嘲讽 哪里有什么业业恩宠 只不过都是最新欢的功劳罢了 半个月后 贵妃有喜 皇上龙心甚远 大赏贵妃 扶渠宫上下一片喜气洋洋 太后与贵妃的母家 柳家更是扬眉吐气 傲慢得很 慈民宫 柳太后看着眼前的画像 露出快意的笑 先皇啊先皇 想不到吧 终究还是哀家赢了呀 当年你千方百计 让哀家无法生育 可有想过 在你去后 我柳家依旧是京城最有权势的世家 哪有人天生恶毒呢 曾经柳太后 也是一个有着幻想的代格闺女 一朝嫁入皇家 带着未来的憧憬 可是又是什么改变了她呢 后宫的争斗 结发夫君的猜忌 或者都有 柳太后已经不想计较了 她只想在有生之年为侄女 为柳家铺好道路 为了这个目的 手段阴毒又如何 魏英连日来 精神很势不济 做什么都提不起兴致 胃口也不好 蓝忘机让秋菊 带她去御花园逛逛 也被她拒绝了 陛下 皇后似乎不太喜欢 我们换她娘娘 自陛下解除禁令后 皇后出去过一次 一路上都是换皇后娘娘的 然后皇后就再也不肯出去了 秋菊终于壮着胆子提了这件事 蓝忘机当即下职以后 必须称呼魏英殿下 慈宁宫与扶渠宫都沉浸在喜悦中 也没在意这道旨意的特殊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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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